好 好 你好 歡迎收看鄭政友時 恭喜恭喜 OK 那每一次到除夕的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過去辛苦了一年 那大家呢 在除夕這一天 所有人都希望能夠家家徒戶團圓 大家一起吃個團圓飯這樣 但你知道你開心過除夕 明天要過大年初一 你知道每一天都會有一個 一次到了除夕這一天有人在打仗嗎 好 婆媳每次到了這一天的時候 當媳婦 因為現在大部分是小家庭嘛 你自己在外面成家立業 然後到了過年的時候 大家一起回到了婆家來 在這過程當中有人形容 婆媳過招七十回大概從這開始吧 年菜誰準備 準備了 然後如果媳婦不做會被唸 做了會被嫌 做還是不做呢 要拜拜 那祖先所有東西傳我banban 香怎麼拿 怎麼拜 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 老人家記得小孩不見得會記得 不記得會被唸 記得你來嗎 你來 所有的一切 那在這過程當中 怎麼樣能夠讓年 真的讓大家都開開心心的過 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如果要是大家文化又不同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除夕會是什麼樣子呢 今天節目現場為你邀請到 代表各界的來賓 有媳婦 有婆婆的 有老公的 所有的都有 來看看怎麼樣能夠開開心心過除夕 來 歡迎現場所有來賓 謝謝 針對今天金虎年 媳婦的生存保衛戰的議題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的來賓友 兩性專家黃月衰 媳婦代表林芷威 巴西新住民沈維娜 以及人夫代表律師徐仁和 郭老師 你今天這兩性專家 同事也是婆婆代表 是啊 當過媳婦現在當婆婆 所以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一下 不是 因為你就是不像婆婆 你知道大家一般都會讓人家 首先啊 聽到婆婆 會不會覺得婆婆很嚴肅很兇 她不會 你不要看她 你不能看黃老師 你不能看黃老師 黃老師當媳婦跟當婆婆 真的不一樣 當然是不一樣 婆媳在這個過年過節的時候 的關係 尤其是年中 尤其像現在過年的時候 因為那是一個 英年一度的重頭戲 對 所以這時候婆婆是一定要拿出 她的權威 因為為什麼 因為她內行 這些禁煮的事情 拜拜的事情 然後就是張羅 一家人要來吃連夜飯的事情 還有發紅包的事情 還有左右鄰居送禮的事情 這些對她來說都是很熟悉的 工作 而且是在她的認定下 因為老公跟兒子 大概都沒有意見 大概也沒什麼意見 所以都是那一天婆婆最大 過年是婆婆最大 這個媳婦 她因為從別的家庭來的 那男女在戀愛的時候 都不會去談到 你家裡夜飯做什麼菜 我要不要去洗碗 或者要去幫你媽媽忙 都沒有談這個 都談你 你愛我有多少 你將來不能變心 小孩我只生一個 而且我們離婚的是要找哪個律師 都談這些 那個也要先談 都會談到 那念的男女一定都會談到 只是沒有談到 我怎麼跟你媽相處 怎麼到你家過年 我常常說你在戀愛的時候 一定要多到南方家去走動 你才知道她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 她的兄弟姐妹是怎樣 她家的文化教育是怎麼樣 都不是 都是兩個人的世界 所以忽然間發現是兩個人以外的世界 完蛋了 再加上婆婆也認為說 你進我家門 那我怎麼教你 你就怎麼做 那這個媳婦就是說 好 比較有些媳婦心裡有準備的 或者媽媽會跟她講說 反正你忍耐一下 就一天兩天 就忍耐 可是很多人 婆婆在教她的時候 知道嗎 她心裡都說知道 其實人沒有那麼聰明 所以我經常叫她們說 你就戴手機 把你婆婆的話錄下來 錄下來說媽 你要教我 不能說 我跟你錄音 不是 老師不能這樣 你說 你說 我在錄音 你說 那個也就是白目媳婦 那也沒辦法 你就是要說媽媽 因為我很笨 先謙卑 捧對方 你日子就好過了 是 媽 我很笨 所以你講的話 我可能記不出 所以媽媽也沒有關係 我拍照或錄音 那婆婆聽到錄音都嚇死了 對 她就會說好 但她口氣會變成很好 因為她管你這個錄音 會拿去給大家聽 所以她就會很好 這樣你日子就好過了 通常婆婆會說 不用 錄什麼音 我就自己就好了 這也沒幾項 就拜拜 拜拜而已 減薰 收金 拜拜 擺水果而已 要怎樣 可是她不知道 你那些瑣碎的人 對新人來說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跟壓力 所以我是認為說 只有一天 我是鼓勵婆媳說 因為事情溝通不良 如果事情有好好溝通的話 其實事情不會那麼樣的難過 還有 雖然我們說是應景一天 反正我是應景 今天過就沒事了 我回來再找我老公算帳 可是你應景的心情就會讓你 其實有排斥的心得 當然 你還是沒有走到這個家的文化 所以如果你事先溝通 然後你虛心討教 然後最後你還寫個報告 心得報告分享 就說媽 好棒 我終於學到了 譬如說像薇娜她是外國人 她就會覺得說 我終於學到台灣的文化 跟我們國家的是不一樣 還有謝謝婆婆你教我 都講好這些話 回來再打你老公罵你老公 也還來得及 可是就不要說 那個過年的氣氛 也不過一年才一次 對嘛 不要搞壞了 對 我的意思就是 不需要這樣 對 其實剛剛華老師講的 很多過程當中的重點 尤其是譬如說 你要常去老公家走動 你如果要到老公家吃過 當然年夜飯你可能還沒結婚 以前在自己家 可是你只要大年初一或初二 到他們家去拜個年或什麼 你光看他們家那一桌的菜 你就知道 你不要開心說 哇 他們家吃菜很澎湃 你以後嫁進來 那桌菜可能就是你 你就是要準備這樣個樣 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你一定想不到嘛 你想要說來一邊吃 OK 就會這樣 可是剛剛華老師應該是這樣 現場兩位做媳婦的好不好 維娜 維娜妳是 妳的父親跟母親 妳是有什麼學員 爸爸是台灣人 媽媽是巴西人 媽媽是巴西人 OK 妳嫁到台灣多久了 44年了 但是我很小就來過了 很小就來過 OK 好 妳可不可以一句話告訴我們 過年除夕 對妳這個做媳婦的來講 有什麼心情感受 很像一小飛車 雲霄飛車 一高一低 有幸福又痛苦 OK 幸福在哪 痛苦又在哪 待會兒要跟維娜慢慢的聊 紫薇妳呢 因為我有兩任婆婆 然後跟第二任婆婆相處比較久 那我每次過年都是以淚洗面 哇賽 年過成這個樣子 就黃老師剛剛講的 真的 黃老師剛剛講的 那一天都很難忍 很難 每一刻都是一種痛苦 OK 好 我們等一下來看紫薇 為什麼會每一刻都這麼 我相信有很多做媳婦的 越到過年心裡越忐忑 快到除夕了 通常有一些夫妻 在除夕前會爭吵 是什麼 要不要回婆家 今年過年回去過 要不要回去過 回去是一大早就回去 還是能夠拖到越晚越好 但是拖太晚 回去年夜飯如果做好了 你回去大概臉色也不好 到底該怎麼辦 那剛才講 黃老師今天也是婆婆的代表 兩位媳婦 任何 那顯然你今天不是單純叫律師嘛 對不對 今天抱著生命危險來上節目 這樣嗎 像黃老師講說 剛剛等一下回去都要 然後老婆回去要找老公算帳 那就證明了我們 那個男生就在這邊 就是夾心餅乾嘛 剛剛黃老師講的時候 你一直在點頭啊 就感同身 算完每年回去 就要被算帳 這真的是 一年要經歷一次 真的是非常可怕 我覺得小五哥一定也懂嘛 對不對 幹嘛要把大家都拖下水呢 這邊只有兩個男生 但是說實話 因為你知道 對我們團員來講 過年太重要 就像黃老師講 他是一年最重要的一個節日 而那天大家都說 是團員嘛 是什麼 但是就是要搞得太澎湃 所以你說 包括一個媳婦到這個家來 從每天 除夕這一天好了 從早上幾點開始要幹什麼 那個祖先要什麼時候拜 香要怎麼弄 然後到市場 要去買什麼樣的菜 來準備什麼東西 就連到吃飯 各位不誇張 我告訴你 雖然你說我們自己在 每天從除夕開始 那一整天跟打仗一樣 那你說你自己在家裡面 做得好與不好也無所謂 但是如果對媳婦是嫁進來的 平常又自己住在外面這樣 那個日子就不一定 那感覺就不一樣 好 如果真的講的話 文娜 巴西一般來講 大家會覺得說 巴西跟我們台灣傳統家庭 好像感覺上 那個風氣會有點落差對不對 落差很大 很大對不對 那你覺得除夕 除夕哪一件事情 讓你覺得最難熬 最難熬可能就是 因為我的婆婆的家庭是很傳統 然後他們的 大家族嗎 大家族 恭喜 對 因為我公公是客家人 然後我婆婆是閩南人 然後他們的大家庭 我已經結婚十四年了 還沒看完了 還沒看完 所有的親戚你都還沒有 還沒看完 還沒看完 每次過年 就是要念他們的那個 備份嘛 大叔公 大叔公 那個我到現在還沒備好 對 也是亂叫 也是不知道誰是誰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最困難就是 因為他們的宗教 就是因為有身桌 身桌要拜拜 然後就是要懂得說 幾點幾點要做什麼事情 而我婆婆很在意這部分 我可以想像 因為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那天有多重要 包括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那個銀財生是幾號 幾點要去放炮 要幹什麼這些 那請問一下 你們家那個除夕年夜飯 誰做 因為我第一次看過 這麼大一個家庭 一起吃飯 對 就看到很忙很忙 有一點很像那個 飯豆有沒有 很像 婆婆希望我 她在哪裡 我就是要陪同她 就是她會叫我來說 維娜你 你來看喔 我說好好 我就覺得好棒 你要跟黃老師講的一樣 你就拿手機這樣 你說 你說我拍著就是了 沒有 本來又想過 但是因為我婆婆講台語 所以我算是錄了她 也聽不懂 也聽不懂 還是你認真再看會比較好 但是當下就是 她希望我每一樣都要陪同她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一個 她好愛我 她很重視我 就覺得很高興 她 維娜你過來 好 你看這個怎麼擺 這個怎麼做 我當初就 好漂亮喔 你擺得真好 或者就是 太好了 好棒喔 我沒有想過 但是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整個是人住在那裡 難道這麼多 是你要做 我就是要做的 太清醒了吧 我才清醒 她說我的天啊 又來是 她要告訴我是這個 然後就覺得還滿困難 因為它不只只有菜 就是你還有固定的箱的時間 然後還有所有的擺飾 什麼時候該要做什麼 什麼時候要教什麼長輩 什麼那個整個被的東西 要多到整個人是人住在那裡 所以對維娜來講的話 這十四年可能還有很多東西 還沒學完 還沒 不要說是親戚沒叫完 學的東西大概也都還沒有記完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 還沒還沒 那如果這樣 子惟 你們的年夜菜呢 我的第二任婆婆她都會 留一兩樣給我煮而已 OK 因為她的規矩很多 過年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你要知道 這個廚房也有神對不對 那鍋子也有 什麼都有神 什麼都有神 她說鍋子不能用水去沖它 就從第一道開始煮 鍋子不能用水沖 要用什麼沖 身為基督徒卻要學拜拜 媳婦代表沈維娜 緊弄巧成拙 因為我們家是耶穌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先知道 香怎麼去拿 她跟我說 水口洗乾淨把它擺好 然後我說好 這是我的正常 還有我 終於可以表現一下 然後就把它 我婆婆就一看完就這樣 她說鍋子不能用水去沖它 就從第一道開始煮 鍋子不能用水沖 要用什麼沖 煮到 煮到 煮到第十道的時候 最後可能才是我出 然後她就會說 那個 鍋子我前面已經 又煮湯把它弄乾淨了 那現在乾淨了 你又可以煮了 因為第一年 我被她罵到哭 然後她就第二年 都講好了 她不要過來 她不看我煮菜 我煮煮煮喔 我就看到她就這樣子 從旁邊這樣神神秘秘的 看了一眼 當我拿那個盤子下來要裝菜的時候 然後她說 等一下 好可惜 我有來 我這菜這麼漂亮 配到這麼漂亮 你用這盤子怎麼看 就是連 盤子 她都有意見 我就過年都會以淚洗面 你知道嗎 我從買東西開始 就要被唸了 然後她就說 你去哪裡買什麼菜 還要指定哪一攤 比較便宜 跑很多地方就對了 我很累了 我跑那麼多地方了 我騎摩托車對不對 手已經提滿的東西了 然後我一進家門 菜一放 安全帽一定是往旁邊一擺 不得了了 她說除夕的時候 這些都是柴位 我安全帽這樣一擺柴神 不會在那邊了 那我是不是菜市場回來 她就說 過年你穿到這樣 好像穿菜市場的衣服 我說 我心裡想我對啊 我是去菜市場 我當然穿這個菜市場的衣服 今天有柴神 你下次又穿旗袍去啊 會有柴神爺會來 然後再看我頭髮不得了 她說 頭髮又看不頭看臉呢 然後她一定要我輸這種 關營媽頭 她一定要 她要弄高高這樣子 為什麼 額頭要亮出來 她說額頭一定要露出來 對 額頭要露出來 然後我已經被她講到快哭了 然後她就說我臉好臉嘲 前婆婆就跟我說 你去買水果 那因為那時候我們家蠻緊的 就是時機也不好 然後我前夫沒賺什麼錢 然後她就會叫我說 去哪裡買什麼 可是過年的時候水果都滿貴的 那我好不容易騎摩托車 從北投騎到很遠 再買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我今天買到 終於應該可以讓她滿意了這樣子 結果我一擺盤的時候 就被她罵了 她說你為什麼水果的頭 給我往下 你不像我兒子出頭天嗎 然後你看連這種小事 她都有辦法唸 我幾乎 我在她家五年每年都哭 所以有很多 為什麼現在的人妻 每次到了過年 就會有憂鬱症吧 我想大家會這樣 焦慮或什麼都會來 那我不知道 那冒著生命危險來 任何你們家呢 做菜或所有這些 其實我老婆根本不會煮菜 我比她還會煮 你爸媽知道她不太會煮菜嗎 慢慢這幾年會知道 因為 有時候在家裡跟我老婆說 就回去煮一下 然後反應就一看就知道 她根本連不知道怎麼處理都不知道 一下就會發現了 那其實就是怎樣 大部分都是我媽煮 那我老婆就是 偶爾一開始第一年的時候 當然回去 意思意思幫忙個兩下 但是你知道 那個就不會的人 進去就只是 找婆婆的麻煩 是 所以後來就被發現 那我們就當然是 自己在自己家的時候 就先帶兩道菜 然後弄好的 只是我媽可能分不清 那到底是我弄的 還是我老婆弄的 對 不能 沒有 是我老婆弄的 真的 真的 講完會害怕 可是又說話 黃老師 你說年夜飯 這真的很麻煩 如果像剛才仁和講的 如果妳媳婦不要做菜 然後就是兒子在做 你OK OK啊 因為我媳婦她 繼我們的時候 已經四十多歲了 所以她都在上班 不然以前都在讀書 所以她在家裡就是 也不會做菜 那我跟她講說 妳不用做給我吃 沒有關係 但妳老公如果是個老饕的話 妳不會吃的話 她將來可能只要一個用人 對 那妳會被 地位會被取代 還有妳將來如果生小孩 丈夫跟兒子女兒都不能夠吃到 媽媽的菜 其實妳將來就沒有什麼回憶 值得去炫耀 他們也不會對妳 那第一 我媳婦認為她不用做給我吃 她已經放心了 第二 她就認為說 我講的這些都跟她自己 自己本身的利益有關係 但是像仁和他們這種情形 我是認為 我在很多年前就在電視節目上說 尤其是單親的家庭 我一直主張現在孩子生得少 都是獨生男跟獨生女 獨生子跟獨生女 最好是一年在夫家過 一年在母家過 不然娘家 夫妻或女兒結婚 女兒的娘家 要不然都孤獨一個人 有點都是孤獨 不然就是兩個單親一起過 我都主張這樣子 因為這個社會 潮流就是這樣子 能夠這樣子 像我媳婦她是不會做菜 然後我教她 我主張 所以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你給什麼給我吃 我都是讚賞 讚賞先說 好棒 今天你辛苦了 但是有一點鹹 這邊有一點 辣椒可以少放一點 那我媳婦她就聽得進去 那如果是我在主廚的時候 她就在旁邊 她就會拍照 然後我會告訴她怎麼做 因為我本身就是 燒得一首好菜 所以其實她後來 我跟我媳婦她們在國外的時候 我說你繼續保持這樣的一個習慣 你可以看到YouTube 去看很多做菜 然後也沒有婆婆在旁邊 也沒有你丈夫在干擾 小孩也上去學校 你就自己照著那個YouTube的做法 你去做去做 後來她就漸漸這樣子 她從完全不會做菜 到她現在真的可以辦得 所以我是說 如果你婆婆願意有更多的包容 然後能夠做好溝通 我們譬如說今年要過年 我就會跟我媳婦在 現在已經在考慮她說 我們今年要怎麼過 是要簡單的叫披薩來 大家吃完一根常年菜 然後應景了 然後就吃披薩也可以 或者就是說他們就不願意 他們就說媽 有幾樣你的菜我們會想念 所以媽媽是不是這幾道菜要準備 那我們就會 再加上我人員不差 好不好像那個五哥 就可能會送我一個年糕 或送什麼這樣 我們就可以登記下來 這些可以省掉 你懂我意思 省掉他不會做 還有最重要是 你們比較辛苦是 我沒有拜拜 因為我跟我兒 我跟我媳婦跟兒子說 到我這一代為止 祖宗不拜 就是所有的那個 壞的報應到我這邊 都不用拜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祖先在哪裡 我拜那麼多年 我也沒看過他們來吃 還好你沒看見他們來吃 我也沒有夢見他們來回饋 所以我說就不用了 就是不用拜了 我個人是這麼做法 但是你的婆婆不是我 那你們也不是我的媳婦 但是既然你選擇了婚姻 那這個老公呢 我跟你講 通常你不要指望你老公 可以幫你伸張正義 通常是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在你還沒有 基本以前 他就是懶惰過一個 而且他媽媽過年 絕對不會叫兒子做事 只會叫女兒也不會 女兒偶爾會幫幫忙 可是女兒現在的女兒也生得少 也不鳥他媽 你懂事嗎 所以他媽是一面做一面唠叨 那有時候就叫兒子來試菜 他是試菜 他絕對不是幫忙做菜 所以你心裡要有 就是你心裡要有準備 就是說我進去 就像薇娜這樣子 就說我慢慢學慢慢學 他會發現說 學起來是一種文化 那反正一年才一次 那忍耐一下就過了 不要把氣氛搞得不好 因為真的一年的氣氛 就在那一天 其實剛剛黃老師講 尤其是氣氛 因為對我們來說 年節氣氛非常的重要 而且平常你講 如果那一個年 除夕夜氣氛搞僵了 這一整年大家都很難過 而且拜祖先也是一件好事 拜祖先就是祂跟保佑 祂就希望闔家平安 我跟你講 對宗教虔誠的人 你不拜 祂是過不了那個除夕夜 如果黃老師剛剛講那一段的話 我們就從年菜來講說 拜拜的這件事 維娜 拜拜這件事學好了嗎 還沒 還沒 真的喔 我剛剛很驚訝 還有台灣人就是 不拜拜 好驚訝喔 你不要這樣子 你千萬不要驚訝 你也不要回去跟你婆婆說 你要黃老師都什麼的 你千萬不要講這個話 不要害我人遠太差 因為我們家是耶穌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當然剛開始祂就是希望 我看著祂怎麼做 然後我再來模仿怎麼做 比如說好了 一進去的 第一個當然我們要先知道香怎麼去拿 怎麼去點那個香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第一個 它很細 然後我為了我點了以後 這是很多次是燙到自己 不然就湊到別人 我知道拿著香 對 對 然後還要擦它的位置 也不能用那個 上廁所的手 你要用那個左手 相似一件事 然後要跪了 他們已經早就跪了 然後我跪了大概一分鐘 我不行了 我的膝蓋痛到 我就覺得他們好厲害 然後我就要偷偷地爬過去拿枕頭 去放在我的腳 膝蓋 然後又不行 然後公公看到 叫我包枕頭又拿過去 然後一邊瀏海一邊的膝蓋 都痛到藥的時候 每天都在找那個 哪一個適合 哪一個適合 可以偷偷地放在衣服下面 老婆的提議觸犯長輩大忌 人夫代表徐仁和展開神救援 我老婆的個性也是很強勢 她就說我也是獨生女 過年除夕的話 那一年在我家過 一年在你家過 觸犯到老人家的大忌 然後媽媽嚇得要死說 他們除夕真的要跟我們一起過嗎 後來沒辦法 我想說這時候我要出馬了 然後就 不要幫我真的下不了她 對 變瀏海變得膝蓋 真的痛到藥的時候 每天都在找那個 腹膝喔 什麼 哪一個適合 可以偷偷地放在衣服下面 然後再來他們就是 上下對不對 這個我還要數到現在 因為不小心 可能會五下六下 然後找那個錢 找紙錢 對 然後等那個錢 要怎麼折 要放多少 對我來講是很大的學問 但是我婆婆她就是 很多年了的關係 她每次就一看完就這樣 阿多阿 阿多阿 看我的臉 她好像失去很多心情 但是我看我的認真 就是我願於學習 我很願意學習 她也會感動 是還沒看到有感動 就是她跟我說水果洗乾淨把它擺好 然後我說好欸 這是我的壯場 還有我終於可以表現一下 然後她就帶了很多 因為每個不是每個水果可以擺 對 第一次她跟我說 叫我擺盤 那是我專長就把它切 刁顆 就插一個還沒有龍 就刁得超漂亮 然後她回來的時候 每一個水果都擺好了 全部切掉了 哇 感覺她那個 我還想說她怎麼 其實就長擺了 立刻長擺 就說快點 去買 去那個 要去買水果回來 因為不能 還沒有拜完不能切 對 之類的 因為你去大廟嘛 我也不知道方向 他有的時候 他會讓我先進去 我就知道好像要考試了 那我每次都會找一些藉口 我會說等一下我鞋帶 我幫一下鞋帶 讓他們先進去 對 然後我就在那裡 我就跟著後面 看上了 然後就是希望他們先到 反正我知道他很期待 哪一天可以通通叫給我 但是 維娜你了不起 我到現在進廟 我都還不知道左右 對不對 對 快快 我還願意是我另類 對 維娜 你不要跟黃老師學 黃老師剛剛已經講了 他是連那個 就主簽也不用拜了 就是免得什麼 任何 你剛剛講包括做菜 或所有這些 或是維娜剛剛講的 拜拜 或是念經要跟著做這些 你們家裡面也會要這樣嗎 你太太會跟著學嗎 如果 我先講如果自己 規矩這麼多 我太太的個性一定是不學的 是喔 有這麼帥氣的媳婦喔 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學一些男女平權的 下學校就學這些東西了 他跟我講我也很難反對 可是其實我們家不一樣 像我媽可能就上一代 就已經沒學好了 我老婆我會偷偷跟我講 你是這樣講自己媽媽的嗎 對 我老婆我會偷偷跟我講說 你媽拜拜的那個方式 好像不太對 然後那個相放的位置不太對 然後我就說 配合就好配合就好 但是過年這就最麻煩 因為像我的個性就主張說 如果薄熙光熙要好 就一三不能龍二虎 兩邊隔開就好 越少見面就越不會爭吵 可是過年就真的是沒辦法 一定要回去待那個 一兩天兩三天啊 那我媽媽也不太 不太很積極的去批評我老婆 但有時候就比如說抱抱著 抱著她的狗說 這抱的是孫子啊有多好啊 這就是平常的恩怨啊 對 然後就當然暗示就說 你平常打電話來太少啊 怎麼平常又不怎麼回家 那種暗示的話都很多 那我老婆的個性也是很強勢啊 就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她就說我也是獨生女啊 要不要改天的話 那過年除夕的話 那一年在我家過 一年在你家過 觸犯到老人家的大忌啊 然後我岳母又很配合 有一天打電話來跟我媽的時候 就把這句話再跟我媽講了一次 然後媽嚇得鑰匙說 他們除夕真的要跟我們一起過嗎 然後後來沒辦法 我想說這時候我要出馬了 然後就傳一些那個 那種傳統中除夕 不能回娘家這個東西 老婆不能回娘家 有人說只要是結婚的女兒的話 那你除夕那天不能夠回娘家 回娘家的話 對媽媽對娘家來講 一年都不好 這是傳統 就是為了不讓女兒 那個嫁出去的女兒回來 我相信是故意編出來的 還好我夠保守 要不然我真的下不了台 因為你知道嗎 這所有的過程 都是因為有很多的習俗 那習俗這些在老人家來講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各位 過年的習俗都會這樣 但平常講 你如果真的講說 剛剛講的所有那些的話 過年有很多東西 像黃老師剛剛講說 重點就在那個氛圍 應該是那樣的一個氛圍 所以其實我從小到小 我是非常享受過年的氛圍 講做菜 我不會做菜 但是只要過年的時候 所有的該做的習俗禮節 包括買的東西 我聊到以前過年的時候 老人家那個菜 我超佩服 我們台灣的女性 你永遠想像不到 為什麼她能夠 隨時都會讓所有桌上 十個人 二十個人 你一百個人在桌上 她菜都端得出來 她就是有這個本事 你就算到了 午夜十二點有朋友來 家裡面隨時都可以弄得出東西 你到年十五 有朋友來 他都可以弄得出來 這樣的一些東西 我們從小 因為眷村長大 從小各位都要曬香腸 臘肉 自己灌的 然後包括要炸肉丸子 為什麼呢 過年一定要吃火鍋 火鍋的肉丸子是自己炸的 然後隨時朋友來的時候要擺下去 家裡後面 就跟你看到以前 電影裡面演的一樣 後面要擺上一排的菜 有蘿蔔 老師剛剛說的長年菜 就掛菜 所有的菜要擺在那 火鍋隨時有東西可以下 隨時有東西可以做 我們家過年年年有魚 對 魚一定要鯉魚 怎麼分辨是不是鯉魚呢 鯉魚有兩個虛 但你不要買到頭上 好不好 OK 那是不一樣的種魚 然後我就要到市場去 市場賣鯉魚的不多 對 我尋遍所有的市場 我從基隆 後來過年我都不在小市場 我一定是到我們的那個大菜市場 果菜市場去尋鯉魚 然後過年要吃十全菜 十全菜就是食到素的 炒在一鍋 要拿那個春捲皮 我還要去尋春捲皮 要人家現做的春捲皮 所有這些 那過年那種氛圍 你就很享受像這樣 可是說實話 我們是很享受 但是為什麼 因為我是兒子 我要做 我是開心要這樣做 媳婦不是 他會覺得那個做得不好 會被罵 或是會被光眼神射過來 都不一樣 尤其是黃老師你講 像仁和講 叫他太太學這些 我從小到大 包括我讀書學的都是平權 學仁和 你敢叫我學這些 你到底還要不要 來 離婚寫一說 沒那麼嚴重 可是像這些 是不是有時候就會有一些衝突 尤其文化背景都不同 以前說本省外省 維納他們還是姓名這些 所以這些都會有一些衝突在 一定的 我一開始就說 因為身分背景文化 都不一樣 那你婆媳之間 還有隔代的問題 像你們家 我是才改良 我也鼓勵很多婆婆可以才改良 像你們家的食泉菜的話 我們現在是改成 就是上海春捲 我就是菜包肉 然後輪胚皮切成兩面 然後就變成炸的 我就不再用一大鍋 那你說其他那些什麼 你為什麼會陸續有得吃 就是你事先都把它煮起來 放好一包一包在冷藏 所以你有客人來 你就直接加工 那有一鍋是大的排骨湯 熬好的那個高湯雞湯在那邊 隨時可以加在火鍋 所以其實都可以預先做好的 我今天不是談做菜 但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平權 兩性平權 跟這個角色扮演 有時候大家還是 就是說你並沒有被欺壓 說你非虐待你 然後你一定要來做這些事情 是因為你選擇了婚姻進去以後 你扮演的是媳婦的角色 那這是跟人設有關 跟平權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你認為說你要進去 這個家庭以前 你的權利在哪裡 你的義務在哪裡 你已經搞清楚了 那你進去你就不痛苦 那因為我剛剛說過 婆婆也是女性 媳婦也是女性 那大家都縱容這個相關的男性 可是兩個女人 鬥爭一輩子意義在哪裡 那不如融合起來 就是說可以跟婆婆改進說 婆婆我們知道說 客家禮儀很多 然後各家是很傳統 可是傳統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我剛剛說過 也不過一年才一次 真的有那麼 你懷胎都要十個月 然後那一天熬不過去 所以我也不太贊成 現在什麼兒子 女兒要富人養 兒子要窮人養 我也不認為 就是一樣養就好 那你把女兒富養的話 嫁給一個窮小子 嫁個窮小子不要緊 嫁個二婆婆 你根本一天就結束婚姻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剛剛我們一直強調氛圍 就算說你佩服你娘一樣的 那麼你想說如果我學會做菜 然後我學會以後 在我們家自己過年 甚至也許公公走了 然後小叔 弟妹都分家 只有婆婆一個人的時候 搞不好是輪到 你要請你婆婆來你家過年的時候 那個氛圍又不太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需要把過年搞得像你在抗病毒那麼嚴重 就是說可以去經過溝通 不過剛才講到拜拜有一段 跟各位大概介紹一下 你到所有的廟去看 廟的正門通常都不會開 它會開兩邊的門 那兩邊的門 進一般是左進又出 左青龍又白虎 一定是青龍進白虎出 你不要倒著走好不好 倒著走會被罵 因為你只要看到人家比較在乎這些人 他都會很在乎 對 青龍進白虎出 類似像這樣這些事情 那薇娜學會了沒有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但是這個總是慢慢學嘛 OK 那怎麼樣 我是還沒有學會 像禱告一樣那個念 念經這樣 對 你們要念經喔 媳婦代表林指揮 過年穿著造險器 打背琴牌 進慘被婆婆很打臉 像她就說我穿菜市場的衣服 她說我好不容易有一天 就跟我前婆婆講說 不是因為那個最近公司也沒什麼錢了 然後如果我有錢 她立馬回答我 來 帶我去她的衣櫥 我這個 全部都是 回廳 我輸了 怎麼樣 我是還沒有學會 像禱告一樣那個念 念經這樣 對 你們要念經喔 從很早啊 三點四點就開始 然後 就我到現在都不會 但是我永遠年都是 我永遠都是這種 所以 沒關係 反正妳現在念經還不是主力 但媳婦我問一下 妳婆婆叫妳學這些 跟著所有做這些 妳老公呢 就是看電視啊 睡覺啊 然後吃飽飽啊 玩電動啊 對 出去啊 跟朋友再回來啊 妳沒有跟她抱怨過嗎 妳不會跟她抱怨嗎 對 有啦 在吃飯的時候桌子就會出現 對…要吃飯當然會回來 但妳不會私下就跟她講說 妳看我這個樣子 妳這樣像話嗎 妳忍心嗎 妳當初追我的時候 是這樣講的嗎 我就是因為 婆婆就是做板頭嘛 然後我就忙完了 我的頭髮都有擦那個菜 就是很客難的 很客難的去她的前面電視 就是說 妳看我這樣像話嗎 對 我跟她說 她說要不要明年我們出國一下 她說出國什麼 妳去巴西到我們家的廚房一下 讓她煮我巴西菜給我吃 淑菲 那妳說每一年都要以淚洗麵 那妳老公呢 沒有 她在幹嘛 譬如說我受了委屈對不對 我才找人訴苦 那我前夫呢 他就裝死 怎麼就明明 剛剛他在講話 一聽到他媽媽在念我的時候 他就裝睡 裝死這樣子 那我的小姑呢 他也是啊 他如果要幫我出頭的話 他們大概三句話就吵了 就整個家裡弄到 有一年還摔電風扇 為什麼要摔電風扇 譬如說我表情不好看都會被罵 我小姑就會說 你不要這樣念人家啦 不然我來做啦 然後她就說哪有讓你做的啦 她就是意思是說 我以後這個都是我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要學習這樣子 所以他們兩個都沒有辦法幫忙 不是因為你知道嗎 在過年這一天呢 是幾乎大部分的人都躲不掉的一天 平常大家各自就像任何講的 避免衝突的方式 就是越少接觸越好 所以大家呢也都學會了 就是大家各自呢 平常最多電話問一下好啊 這些 但是不要真的接觸 但是過年你跑不掉嘛 大家一定要禮俗上是這個樣 所以有很多長期累積的恩怨 會不會在這一刻 因為一點小事 崩的一個大概全部都爆發 可是你說媳婦兒 大概除夕回娘家會這樣 任何 那你如果譬如大年初二回娘家 你跟你岳母啊 什麼岳父 他們所有人相處怎麼樣 這我永遠記得我第一年 回那個岳父岳母家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真的不是很熟 因為岳父岳母那時候 不是很熟 這正常 對因為那時候有一個長輩教我 就是說 你就是岳父岳母就是盡量是提親 那時候最好是 越少見面次數越好 沒得到都對你印象不好 對這樣子結婚才會順利 所以我也是拖到 結婚前只見過岳父岳母大概兩次了 OK 那第一年回娘家當然不是很熟 可是你知道女婿也會急著想要表現啊 然後可是尷尬要怎麼辦 我想說打麻將 我去觀察一下家裡沒有麻將 然後想說 我們就約約說那我們去打麻將 想說這樣表現應該不錯嘛 大家四個人剛好打麻將很棒 結果沒想到 那時候我們岳母家義我不熟 就帶我們去買麻將的地方 然後我岳母可能就一直暗示說 要買哪一副麻將買一副麻將 後來我想說進去那時候 也沒想說大家平常沒在打 就隨便拿了一副出來 結果沒想到 我岳母就開始從下午三點買完麻將之後 一直到晚上 我想說為什麼 然後後來我問一下我老婆 我岳母說 沒有幫她買她想要的那個 Kitty加大加厚的麻將 她說都幾歲的人 她這個少女心喔 都六十幾歲的人 還要Kitty到底是什麼回事 嚇到我了 可是她就脾氣就一樣 跟我老婆一樣硬 有其母必有其女 就真的不講話 然後那天從三點 到六點到大年 就大年初二的那段飯 沒有人煮 然後一全部 坐在電視上面都不講話 然後我肚子餓 因為從中午那時候 從台北開車下來 就已經肚子很餓 後來想說 要化解尷尬氣氛 然後就拉著我老婆 去冰箱裡面翻 然後翻是什麼東西 還可以煮的 然後什麼干貝啊 烏魚子啊 然後我自己來煮了一頓 那首先要燙傷的那個 印記到現在都還在 所以我那年永遠忘不了 難怪人家說 有人說牌品可以看女婿 就牌桌上看女婿 原來買個麻將都可以看女婿 當然啊 要買給丈母娘他們打得 怎麼這麼吝嗇呢 對不對 一看就知道不是個大方的女婿啊 Hello Kitty怎麼樣 我丈母娘我六幾歲 我不能少女心嗎 沒有我已經準備好 電動麻將之後明年送過去了 這樣嗎 大方 超市 你看 就你剛剛也講說 對 那個要不就裝死 要不就什麼這些 所以那兒子到底要怎麼去 扮演中間這個角色 像如果婆媳之間的話 兒子就只有在事前跟老婆說 太太 時間到了 但是呢 你希望你今年更進步 那麼我把年總獎金 多一萬給你 老婆大概就心裡想 好吧 那我就委屈求全 看在錢的份上 那一樣 我有個案子是媳婦 她是一個公司的CEO 那她還是要回去當媳婦 一個一次 那我剛剛講說 你什麼沒有錢多 那你就從錢下手 結果她就包了一個很大的紅包 跟她婆婆說 媽 等一下呢 我們大家都會孝敬你紅包 但是這個是我私下先給你的 那媽媽請你原諒我 我是真的不會做 也沒有時間做 所以希望你能夠體諒我 她婆婆說 好啦 看在錢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計較 她婆婆也很乾脆 那我認為她呢 人和的問題是 她不是小氣 是這個婆婆呢 自己有少女心 人家哪裡知道你有少女心 對啊 搞不好她跟你買一個Kitty給我 我還認為你把我當幼稚 你知道 每一個婆婆的感想不一樣嗎 但你就直接跟女婿 女婿有這個心 要陪你打麻將 你就直接跟她講說 你要記得喔 什麼都不要買 就買那個Kitty的 那不就成了嗎 所以這個婆婆生氣標題 又沒有風度 居然不起來煮飯給請女婿 除了是女婿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好歹也要表現一些風度 結果就是 還好人家算是有修養 我也曾經看過 就是女婿到梁家去的時候 也是有點什麼事情 得罪他們梁家 結果女婿到梁家 結果她當下 她也不客氣去 借了個廁所以後 跟她太太交過去就說 我跟你說 我走出你家門 我從此不會再陪你回娘家 這麼嚴重 她這個太太知道她丈夫的脾氣 所以她就說 那你先不要走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 結果她就回去跟她媽媽講 她不敢跟她爸爸講 因為她爸爸是大男人 怎麼可以讓你講 那結果這個 她就跟她媽講說 她是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她在家也是獨生子 也是大小孩 生一個 她怎麼可能會出這個委屈 而且她剛剛跟爸爸 也不是惡意 只是因為談選舉政黨 那完蛋 後來呢 那完蛋 後來她這個 這個月母很會做人 後來這個月母 就跟女婿叫到房間 就說 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觀念老一點 然後也許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那沒有關係 反正投票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投什麼 那一年一度 老頭子願意發發牢騷 那你就讓她發過牢騷就好 但看我的面子不要不回來 因為我這樣子我會不放心 後來就跟她講了以後 你知道這個 那女婿當她被講了以後 就看到那個 張母娘的那個面子 多會表演 就開始出去 跟她那個岳父在吃飯的時候 拚命幹養子政黨 給她岳父高興 不然她岳父就送她的時候 要回來的時候 給她酒 給她什麼 還說 年輕人啊 你有這樣的自覺 我開心 這差沒有中華民國萬歲 人家就這樣子 不過剛才黃老師講 她的岳母 在跟她講的時候 最後再加一句就跟讚 真的 你就讓她開心 好不好 到時候投票我一定挺你的 方先生講 對 黃老師提醒了大家一件事 各位過年除夕還有過年 親戚朋友之間不要談政治 好不好 我跟你講在台灣 你只要一談起政治 大家只要是立場不同 我告訴你這個年難過了 一定是這個樣子 很慘 剛剛講說從拜拜到過年 因為過年還有非常多一些習俗 還有包括發紅包 紅包怎麼給 長輩怎麼給 下面你家生三個 我家生兩個 然後旁邊那個生一個的 紅包怎麼給 都是中間一些學問 可是 你們在過年的時候 到除夕發紅包的時候 那紅包是誰決定 就你們要給爸媽紅包嗎 究竟媳婦代表沈維娜 面對發紅包的習俗 會鬧出什麼笑話 這個紅包我老公就會協助我這個部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現在還是你先生來處理紅包 還是一樣 他會跟我說來這個給誰 你這個給誰 因為每個裡面的金額不同 因為對我們來講 第一次來到台灣 我拿到紅包我們全家 我媽媽就開始這樣 比如說這紅包袋對不對 這樣…紅包袋 然後媽媽 然後我們就開始搓螺在身上 沒有 因為那個國外 它的香味 對 國外很多的那個香水 是直做的了 那我們因為紅包袋是 然後等我們搓完 然後半天有一個最小的妹妹 我們來了 全家來了嘛 她打開就說 好像是台灣的現金耶 然後我們就開始打開 她才知道裡面是有錢的 你們以為那是香水的紙 我們認為是 所以媽媽開始搓螺 我們小孩全部開始搓螺 然後後來就是奶奶他們 就是要再發紅包給我們 就說不用 我們已經夠香了 不用了 就是不懂這個 不懂重點是在裡面的錢 重點是錢在裡面 OK 所以妳前面這個 剛剛講到說 尤其除夕會過得 這麼一類洗面的感覺 那妳後來調整心情 對 怎麼調整 對 像她就說我穿菜市場的衣服 對不對 然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 我就請教我阿姨 我阿姨我想說口才也不錯 然後她就說 妳自己說 如果有錢的話 誰要買菜市場的衣服 就去買百貨公司 我就心裡想說 對…也道理 我就跟我前婆婆講說 其實我也不是要穿這個衣服 我是因為最近公司 也沒什麼錢了 然後如果我有錢 就買百貨公司 不要買菜市場 她立馬回答我喔 來…帶我去她的衣櫥 我這個 全部都是菜市場 百貨公司的打折貨 比菜市場買得還便宜 它就是便宜 但是有那個質感 對… 意思就是你的眼光不好 對 我一聽我輸了 結果我就很難過 怎麼辦呢 我弟弟EQ不錯 我就跟我弟哭訴 沒什麼親人 我弟說 你演戲演那麼久了 你就當中演玫瑰同齡演 然後你被一個很可怕的婆婆虐待 不然你就唸佛號 或是唸一二三四 後發現我最後訓練到 聽不到她的聲音 我只看她嘴眼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你好會演喔 你怎麼那麼會演 我都沒反應 不過其實這個就是 有時候人要自己調適一些的狀況 黃老師可不可以跟所有的觀眾朋友講 尤其是媳婦心裡有壓力 搞不好婆婆也有心理壓力 她也會相對 那怎麼樣讓大家 能夠開心的過這樣一個年 第一就是愛屋及屋 因為你就不得已吧 因為你愛上這個男人 這是她的媽 然後你跟她抗爭也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一天而已 你何必呢 那365天 總不會比今天還倒楣 你就認為說 你真的就心理調適說 如果調適得好 就認為像維娜就是我來學習 我融入 然後我成長 那如果不行你就認為說 我因為這個男人 我還不想跟他離婚 然後我也不想讓我的孩子 做一個不好的示範 於是我就忍耐是成功之母 所以我就忍耐一天 反正只要一天我就結束了 然後你就用心情轉換 那我是認為說 其實你如果跟你夫家的人 的關係好的話 不一定會對你的婚姻有幫助 但是對你自己的話 他一定也會用相同的方式 就是去回饋你良家 其實大家是互動的 至於婆婆 我是認為不要因為 一個水果 一個擺盤 或者一個擦香 或者拜拜 搞得全家不愉快 那你是始作俑者 如果你包容量更大一點 然後認為說子孫滿堂 只要開心就好 只要錢可以解決 都是小事不死人都沒有關係 那過年過節不是最重要嗎 所以我今天講這句話 就是奉勸大家就是說 氛圍既然那麼重要 全家人可以團聚是難得的 就要開開心心 不要讓人落淚 不要讓人難過就這樣 OK 如果像維娜一樣 凡事都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基本上也不錯 OK 當然一學學了十四年 連親戚朋友都還沒有學完 OK 可是過年 華老師一直在強調的那句話 它是一個氛圍 那個氛圍除了講難得大家 一年在一起以外 那希望未來一年都能夠順順利利 開開心心 何苦在這一年 把所有的氛圍給打壞了呢 當然也在這 祝現場所有的來賓 以及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年一切順利 平安 健康 OK 非常謝謝各位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鄭鄭詠詩 我們明年見 拜拜